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要注意的是 午后可能会在一些山区 会有一些地形产生的短暂雷震雨 但是基本上它是稳定的 一直稳定到礼拜天 礼拜天的下半天晚上 下一波的封面才会来报道 所以这几天高温炎热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 对于今天各地区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40% 但主要是午后的短暂震雨 所以如果要到山区踏青的朋友们的话 尤其要注意 那么白天的温度是25到33度 中部地区情势多云 降雨几率20% 也一样主要是午后 山区地形的关系影响 降雨的几率稍微高一点点 那么白天的温度26到35度 东部地区情势多云 降雨几率10% 白天的温度25到35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音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40% 那么今天最不稳定的 其实就是东部地区 从东北角的基隆 一直到宜兰花莲台东 那么都因为风向的关系 所以今天降雨几率有40% 多云短暂震雨 那么白天的温度25到29度 是今天相对比较舒适温度的地方 而澎湖地区 那么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是零 白天的温度25到31度 离岛的金门马祖澎湖地区 今天都非常的稳定 所以各地要注意 防晒防中暑多喝水 这三件事情是迎接夏天 必备的三铁良药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东26度 台中澎湖27度 台南高雄28度 宜兰花莲25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权公益指数上涨了211点 收盘指数是23875点 涨幅0.89% 纳斯达克上涨了125点 收盘指数是8979点 涨幅高达1.41% NP指数上涨了32点 收盘指数是2881点 涨幅1.15% 费城半导体 则是上涨了1.18点 收盘指数是1724.93点 涨幅1.01% 美国股市表现的是非常强劲而乐观 这里面尤其是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 它是重返了今年初的点位 所以今年就整体来讲的话 纳斯达克是升至0.08 当然就美股来说 纳斯达克它今年的高点是在2月份的 所以就纳斯达克来说的话 还没有超过今年的高点 但是就今年年初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超越了年初的位置了 可见的现在美股有多么的乐观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的部分则是油红翻黑 纽约油的汽货价格下跌了44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23.55美元 跌幅1.83% 而伯伦特原油下跌了26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29.46美元 跌幅0.87%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黄金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37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725.80美元 涨幅高达2.21% 黄金经过了两个交易日的下跌之后 那么今天在美国的期货市场当中 又继续的大涨 涨了2%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下跌了0.25个百分点 来到99.885 这里面其实跟英国有很大关系 英国央行宣布现在的基本利率不变 所以英国跟美国之间还是继续维持着现行的利差 就是它有一定程度的利率上面的优先 所以使得英镑它的需求就增加了 在美元指数当中主要是六种货币 那么英镑加拿大币还有欧元日元还有瑞士法郎还有挪威克朗等等 所以这几个货币尤其是这里面欧元英镑所占的比重相当的高 如果他们相对表现弱势的时候美元就会升值 当他们表现相对强势的时候美元就会贬值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元指数的部分 另外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税报版的股价指数上涨了82点 收盘指数是5935点 涨幅1.09% 那么德国法兰克指数上涨了153点 收盘指数是10759点 涨幅1.44%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68点 收盘指数是4501点 涨幅1.54% 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我们可能比较能够理解欧美股市呢 昨天强势的几个主要的原因 好 那么首先呢 其实昨天美国的失业潮呢 有稍微缓解的迹象 但是呢 那么情势仍旧是严峻的 昨天的美国所公布的上周初次勤领事业救济人数 还是高达了316万9千人 将近317万人 你如果就绝对数字来讲的话呢 这个数字还是极为惊人的 不要忘了 在疫情发生之前 美国有长达这个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他的每一周初次勤领事业救济人数都是不超过30万人的 不超过30万 现在呢都是几百万人 如果以连续七周来计算的话呢 初次勤领事业救济人数呢 就累计起来呢 达到3300万人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3300万人持续失业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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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呢 那么有很多人可能这个被资钱完了之后 他可以另外再去找到其他的工作 所以呢 那么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那么连续的累积的 那么勤领事业救济人数 那么以过去这一个连续两周 超过两周以上 然后呢 勤领事业救济人数呢 那么最近这一周是达到了2260万人 这个人数相当的高 所以这也是让市场呢 那么不看好今天的非农就业报告的主要原因 估计呢 恐怕失业人口数会高达2000万人 然后失业率呢 会超过15%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他们最新的调查显示 那么如果说呢 疫情的时间继续拖延的话呢 那么有52%的小型企业 可能会在六个月之内倒闭 那当然这里面呢 没有考虑的是现在 美国各州正在陆续的经济解封 所以呢 如果经济解封 这些小企业能够维持多久 恐怕还要再进一步的 全新的调查 那么这个呢 是美国这个乐观 美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数据并不好 但是市场的解读却是相当好的 第一 美国各州现在正在重启经济 所以呢 失业的状况呢 也许有机会很快的改善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失业申请救济金的人数呢 你看到最高的时候呢 是664万人 而现在呢 是317万人 腰斩了 情况呢 似乎有好转的迹象 再加上呢 中国大陆呢 昨天所公布的 进出口的数字 意外的好 所以呢 这些呢 都使得欧美股市呢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表现相当的强劲 好 另外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英国 英国央行呢 昨天维持现行利率不变 这个出乎市场的预期 不过 那么 而且也维持现行的购债规模 也就是他QE的规模不变 那么是7970亿美元 大约是将近8000亿美元 那么不过呢 在决策委员当中呢 九位有两位主张 要将这一个QE 也就是量化宽松 那么购买这个债券的规模呢 从现在的这个6451亿英镑 然后呢 增加到1000亿英镑 再增加1000亿啊 就6000多亿 再加1000亿 到7451亿英镑 那么但是呢 这里面呢 这个九位里头 只有两位如此主张 可这也就意味着 未来英国央行呢 随时有可能 进一步的宽松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英国的情况 另外呢 挪威跟巴西 昨天都意外的降息 挪威呢 降息一码 然后让利率呢 来到了零利率 达到了历史的新低 而巴西呢 央行则是降息三码 来到3% 也是改写了历史新低 不过挪威跟巴西 降息的原因不一样 挪威是因为现在 他的挪威克朗呢 太强势了 对于他们的经济 可能会有伤害 所以要降息 而巴西的情况不一样 巴西是为了救经济 所以要降息 所以呢 巴西呢 其实已经是 今年来的 这个 这个六度降息了 好 所以呢 这个降息的幅度呢 也相当的大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全球的公共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呢 那么预估可能会上看 20兆美元 这不只是他们预估了 那么他们甚至于呢 主张各国 其实都应该利用 这一波的疫情 大幅度的增加 公共投资 包括改善医疗健保体系 然后推动基础建设的 这个重新的这个改建 包括了桥梁啦 港口啦 还有这一个铁路啦 这些老旧基础设施呢 能够全面性的改建 同时呢 还能够增加绿能计划 来提振经济成长 不过这就要看各国的 财政能力上面 到底能不能够支持 可从这里面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各国呢 要救经济 必须增加 他的财政的支出 可是呢 他的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 又可能有伤害 在各国都不断的印钞票 大撒钱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啊 几个避险的投资管道 其实他现在就是 累积慢慢的上涨 一个是黄金 另外一个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呢 那么已经逼近了 一万美元的关卡 在目前 他的这个价格呢 是九千九百零七美元 那么兑换一块钱的比特币 这是根据这个CoinDest呢 他的这个报价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美之间 那么昨天呢 其实美股乐观 还有一个因素是 传出来 这彭博资讯的报道 美中之 美中的谈判代表 下个礼拜 就要正式的电话会谈 来讨论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执行的进度 那因为呢 其实在今年一月份 所签署的Facebook贸易协议呢 当中有规定 就是每半年要检视一次 那么现在呢 是五月 下个礼拜就要通电话了 可见的其实是比原定的七月 要提前了相当的多 那么这里呢 让这个市场呢 有正面的解读 认为这是代表着 中美之间呢 恢复对话 然后呢 减少对立的一个管道 那这个当然其实 可以再值得观察 那么印度呢 则是利用这一次 美国去中化的这个过程 希望能够遭守 美国企业来投资印度 那现在呢 遭守了上千家的美国企业 那么但是呢 接触了上千家的美国企业 那么有多少可以转到印度 也是观察 未来呢 印度能不能够部分的取代 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世界工厂地位的 很重要的观察点 好另外呢 中国大陆呢 对外的金融再一步的开放 那么取消呢 对于境外机构投资者QFY 跟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Y的额度管理 所以无限制 他所有的投资无限制 然后另外呢 对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呢 他如果在境内有获利的话呢 他的汇出手续呢 也简化 好这个呢 是金融开放呢 很重要的一步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昨天公布了四月份的进出口 意外的出口呢 不但没有负成长 反而是转正 那么这个出口的年增率哦 不只是跟前一个月相比 是年增率转为正成长 百分之三点五 然后而且呢 这个在比前一个月 当然是大幅度的增加 而进口的部分呢 则是仍旧是衰退的 是负成长百分之十四 所以这里面呢 一洗一忧 洗的当然是出口的正成长 但优的是呢 进口年增百分之十四 这也意味着中国大陆呢 其实需求面的成长 恐怕还是不如预期 那么至于会出口年增百分之三点五 有两大因素 一个因素呢 是因为之前停工 所以呢 有很多的订单呢 就延后到四月份来生效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就是呢 医疗物资的大量出口 所以使得呢 出口意外的转为正成长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 未来还能够继续的看好 那么意味着未来呢 五月之后呢 还是要小心注意 欧美的终端需求的减少 所产生的出口压力 另外呢 中国大陆四月份的外汇存底呢 一口气增加了 308亿美元 终止了连续两个月 外汇存底减少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们看到呢 四月份的财新的 所做的服务业的 这个market公司呢 他们所做的服务业的 PMI指数呢 是微幅的上升到44.4 不过仍旧在景气收缩的 50以下 好 另外我们看到呢 中国大陆呢 四月份的汽车销售 也意外的 这个回温 那么四月份的销售呢 年增高达百分之 这月增百分之39.8 将近四成 而年增百分之0.9 好 不过昨天入股的部分呢 随亚洲股市呢 大部分其实都还是 在平盘上下整理下跌的 那么上升综合指数下跌了6点 收盘指数2871点 跌幅百分之0.22 深圳城市下跌了19点 收盘指数10863点 跌幅百分之0.18 而至于香港恒生指数 下跌了156点 收盘指数是 23980点 跌幅百分之0.65 回到国内的部分 现在呢 非自愿的这个失业呢 正在恶化当中 根据劳动部的初步统计 三月份 第一次 那么申请失业给付的 这个案件呢 超过了9000件 比去年同情的 大幅度的增加了 百分之24.1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 非自愿失业的情况 其实呢 从二月开始呢 第一次 失业给付的件数 就达到了 8853件 三月份呢 超过了9000件 现在预测呢 四月份 因为通报之前的人数 飙升到 15000人以上 所以估计呢 四月份呢 这个失业给付的人数 可能会超过 1万人 另外昨天呢 内需里头呢 很重要的 精华 网品 还有华航 跟高铁 所公布的财报 第一季的营运 都明显的 大幅度的坠落 网品呢 是由赚钱 转为亏损 精华的获利 也是腰斩 而华航 年亏两季 高铁呢 它的获利呢 是腰斩的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台北股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